指引我们先听一段上帝的语音信箱 载意掐起发 请选一个下面的选择 请求请按1 感恩请按2 抱怨请按3 其他请按4 如果要找去世的朋友家人请按5 然后输入他的身份证号码 再加紧字件 如果您查不到 请打区域号码666 如果要预约天堂 请打316 有关恐龙问题 还有其他星球生命 请等您到达天堂再问 如果您需要紧急服务 请找在您附近的教会 谢谢您 祝您有个如天堂的一天 上帝的语音 是的 祝福你有一个如天堂的一天 跟旁边说 祝福你有一个如天堂的一天 祝福你有一个如天堂的一天 在讲如何跟天堂连线 那前两周是牧师讲嘛 那牧师陪我本来就在今天第三周 所以之前呢 在7月之前我脑子就有在想说 自己要讲什么 还有回应的诗歌 可是到7月第一个主日的时候 我坐在那里 我一听牧师讲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玩了 因为他把我要讲的都讲了 然后唱诗歌的时候也是 怎么他选的歌 跟我要的是一样的 清清听 我也要清清听 我说那怎么样 我要唱什么 那可是很奇妙 就是那个时候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立刻神就给我一个意念 神就对我说 你还有很多见证可以讲啊 我的心就被提醒说 真的我有很多的见证 所以我就能够很安心的准备 那你记得上周牧师讲到六个 神对我们说话的途径 你们记得吗 第一个 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 第二 神透过周围的人对我们说话 第三 神透过先知预言对我们说话 第四个 神透过感动意念 对我们说话 第五个 神透过痛苦 痛苦是神的麦克风 第六个 神透过静默不语 对我们说话 今天呢 我们要从旧约哈巴古书来看 神如何指引人 我们一起念哈巴古书二章 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读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让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以什么话向他诉冤第二节 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 哈巴古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有一个版本就翻成说我要站在少纲 立在城楼留心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另外之间在中文译本又把它翻成说 我要爬上瞭望台 等着看神要我说什么 从这里我们看见 无论哈巴古是站在守望所 或是爬上瞭望台 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们一起说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巴古 他想不想听到神的声音 他非常的想 而且他不只想 他非常的渴望 他不是坐着 他是怎样 站着 坐着不够代表热切 要站着才表达他的热切跟渴望 所以你看篮球赛棒球赛 或者听演唱会 你很激动 你很兴奋 很渴望的时候你是怎样 站起来了 哇自动的 但愿有一天我们对神也是这样 在我们的敬拜里面 不用死里的说现在站起来 大家可以自己站起来 因为太兴奋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知道得着神的旨意 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这个人必须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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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 听到神的听到神的声音 而且遵行神的旨意 聆听的源头是渴望 跟旁边说 聆听的源头是渴望 期盼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哈巴古说的每一句都是什么 我要 我要 我要来开头 换句话说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一定要听到神对我说话 这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意志的决定 重点就是除非你要听到神的说话 否则你就不会听到他对你说话 这其实是很简单 因为神只与那些想要听他话的人来对话 神只与那些想要听他话的人来对话 所以全部在于自己的渴望 最经典的例子在圣经就是大卫王 诗篇八十五天第八节 他说我要听神 耶和华所说的话 四十篇第八节 他更说 四十篇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大卫说 我不只是要听神的话 我更要遵行你的旨意 我要顺服于你 所以我们可以说 神会对哪一些人说话呢 就是立志要来遵行神话的人 如果有一些人你的心里是想说 哦 如果神来告诉我我一生要做什么也很不错 我来参考参考 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恐怕神不会跟我们说话 如果我们是 可是如果我们是想说 哦 神啊 我非得听到你说话 我非得听到你对我人生下半场你的命定是什么 我非得知道你要我嫁给谁 我非得知道我的退休年日要做什么 好叫我能够听了遵行 这样的人才是神说话的对象 而我们越可想神的话语 他就越跟我们对话 我们跟神是不是亲近 完全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不用怪罪说 哎呦 神啊 为什么你跟他说话不跟我说话 其实我想我们想要跟神有多亲近 你就可以跟他有多亲近 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二十节 请打快一点 我时常切勿你的点章 甚至心碎 诗人这里说 我切勿你的话到一个地步怎么样 心碎 你有心碎的经验吗 你有心碎的经验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什么事情心碎 我有过去有一个心碎的经验 就是牧师在金门当兵的时候 那我在台湾他以前也类似讲过 那因为我们一天一封信彼此 就是那个时候呢 台湾是什么都没有的啦 就是没有现在所有的这些 配备什么line都不行 只有靠着那个运输机 那个好像很老爷的运输机 那那个飞机呢 如果一碰到有风 它就不飞了 所以信呢 也就没有收到 没办法收到 那每一天呢 我记得我回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信箱 有没有从金门来的信 那有一天 我就看没有 第二天我就说 今天可能风大 那飞机没飞 第二天我回去 赶快又看 没有 我说那两天可能都风大 第三天我回去看 没有 我说啊 没有 那是怎样 第四天我回去看 还是没有 我就坐在房间一直哭 我就说刘群怒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四天都风大呢 我的心要碎了 我就在那里一直默默的流泪 我同学进来看到我 就说你干什么 我说群怒不晓得怎样了 四天都没有写信 他们说神经病 好 这是我心碎的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心碎的经验 好 什么时候心碎 诗人说我 切勿你的典章 哦 如果有一天我们说 神我没有你的话 我会死 我会心碎 哦 神一定会跟我们说话 大卫的态度 他就是要每一天听见神的声音 生命纪四章二十九节说 你尽心尽信寻求他的时候 就必寻见 了解了聆听神声音的正确态度之后 我们要来看 聆听神声音的几个步骤 刚才哈巴古书二章一到二节的第一节 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安静 请跟我说安静 哈巴古说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其实这是西伯来士的一个说法 意思是什么 就是表示他要独处 多少人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独处 有没有人你不知道什么叫独处 独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喧嚣的地方 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会太吵杂 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可是在这个时代容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做到 因为我们台北的房子也都很小 有些昨天我问学生 很少是自己有一个空间 一个房间 都是跟兄弟姐妹要share一间 不容易做到 尤其还有家中有小小孩的父母 所以我想现在特别对亲子室的这些有小小孩的父母说话 给你们有小小孩的父母有一些鼓励 因为英国卫斯理工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牧师 他还有他的哥哥叫做查理斯·卫斯理 那他写了数百首的圣诗 他们两个人就极度的 都把他们对神的热爱归功于他们的母亲 这是他们的家 他妈妈生了几个孩子你知道吗 18个孩子 18个孩子的妈妈怎么可能有时间来祷告 对 可是他热爱祷告 所以他的策略是这样 他每天下午都会坐在他的摇椅上面 然后他就用长长的围裙 把他的头蒙起来 那就是他的静谧之所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 妈妈如果把围裙 把头蒙起来的时候 每一个孩子都不可以去打扰妈妈 那是非常严肃 因为他在跟神说话 那我找不到照片就找这一张 好 这个是卫斯理的妈妈 好 叫做Suzanna卫斯理 路加五章十六节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耶稣知道如果他要感受到神的话 要听到神的声音 他必须退到旷野 没有人比耶稣更亲近父神 可是耶稣却知道他必须这样做 他要这样的滋养 弟兄姐妹如果连耶稣都需要 那你我岂不更需要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也说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什么叫内屋 就是安静之所 跟旁边说 内屋就是安静之处 神要我们进到内屋 跟他亲近 因为他在那里 查看也会回应我们 我二十年前在美国 在夫勒神学院跟牧师一起的时候呢 每一天早上因为牧师比较晚起 所以呢 你知道我就在厕所里面 那我们那个宿舍为了省钱 那个宿舍真是我看台湾都没有那么小的 好小大概是一个房间这样 那那是一个单人 但是我们两个人住进去 好那所以那个厕所就更小 可是每一天早上我就坐在马桶的旁边 甚至在马桶上面 因为太小了 就在那里来临修 那我现在如果外出 我一定会像这样 我一定会带着一个LED的灯 那早上的时候我掀起来 我就会在浴室里面 那这张照片是大概四年前 我们去乌克兰 桑德牧师的研习会他们教会 当我一推开那个旅馆的房间 那个旅馆那个房间也好小 可是因为是欧洲 他们很冷在俄罗斯的旁边 所以呢 就他们的每一个房间都是 你推开门不会直接就是卧室 就是你推开门 就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 然后才有第二层才是卧室 就不会那么冷 那我一推开门我还记得 我就跟牧师说 我好高兴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那我早上就可以在那里 因为没有灯嘛 所以就点那个灯来灵修 就是你要尽量找到你可以的 就是什么样的可以让你安静的 我们如果明白他是何等爱我们 要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 我们就会想要在任何地方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跟他独处 我要举圣贞的例子 圣贞常常在清晨的时候 QT的时候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珍我爱你 他生真说他是一个很事情导向的人 就是你不用跟我啰嗦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可是每一次在灵修的时候他一来聆听神 神就对他说我好渴望跟你在一起 圣贞说他就是不断的飙泪 然后从清晨就好生好生被神的爱触摸 从此他才知道 神就是要让他知道说神有多在意他 神最在意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 而是我们有没有跟他在一起 当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圣贞的里面生根的时候 他就会不知不觉去做神渴望要他做的事 而他许多的时候都会意识到神的同在 更是奇妙当我们更多持守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很多的时候神就自己做超自然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能够不用费力而得到许多的恩典跟效果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人能够跟神真实的相遇 华里克牧师说 只要我们退到一个静谧的地方 聆听神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聆听神第一是什么 安静 第二是等待 因为他说我要在望楼上观看 聆听神需要花时间 一个急促的心只会让祷告无力而死去 如果在安静的时候 你想到一些琐碎的小事 例如你会说 哎呦那冰冻库的鱼 现在要拿出来解冻 不然等一下怎么办 或者你就想起来 等一下我要打电话给 今天我要做什么打电话给谁等等 你可以先拿一个笔写在纸上 这就是我每天早晨 如果在旁边都放一个小纸条 就是小记事本 那如果我祷告的时候想到什么 我就赶快在旁边把它记下来 免得我等一下很会忘记这样 那我就再继续祷告等候 这样就不会好像很紧张 一直怕自己会忘记会忘记 那我想神更不会介意我们要这样做 因为这些动作只是让我们更专心来等候神 那我顺便一提 我带很多的人祷告过 那我看到有一些人 祷告的时候是很不专心的 明明叫我们在祷告 可是我们的眼睛就不停地打开 如果现在有的人 门就开门进来 我们马上眼睛就打开 特别祷告同工 或者医治的同工 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些 所以我们就不容易专注在神的面前 我们很容易就把眼睛打开 看看现在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要说这样的祷告 可能是不会有果效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专注在神的面前 那等待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几件事 第一个你可以放松你的身体 就是吸一口气这样 第二你可以静默来等待 就是你安静 这里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让我们的快速不停转动的脑筋 可以暂时冷却下来 第三我们要耐心等候 耐心等候 因为现在的人很不容易 好像有一分钟的安静 两分钟的安静 很不容易 那我们的耐心等候 跟世界流行的超绝境 做迷想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放空思想 我们是透过安静 让我们能够专注 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身上 那有一个姐妹问说 为什么她都听不到神的声音 那我听说每一天早上 她一边走路一边运动 要跟神同在 然后她一边听Sulking的音乐 然后一边走路这样 那我要说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方式 想要来聆听神 容不容易 恐怕不太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走路不可能闭着眼睛 对 所以我们不太容易能够专注 那专注就是显出我们对神的渴望 那第四个我们专注等候的时候 要带着盼望来等候 很热切地相信说 神你一定会对我说话 我们不能够说 神啊我想今天你还是不会跟我讲 那如果是这种态度 也不必等候 我们每一次要带着盼望 所以第一安静 第二等待 第三在第一节 他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用心看 第三是用心看 为什么哈巴谷要说 看看神说些什么 而不是听听神说些什么 我去查希伯来原文的那个字 看 他真的就是看 学习跟了解的意思 他没有听到的意思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神的声音常常有影像的 神的声音有影像 神常常在人的脑中 赐下一幅图画 来跟人说话 许多圣经人物都有这样的经历 比方我们两周前 如果你有读活泼的生命 你记得 彼得在祷告中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个异象 有没有 有一块大布从天降下 然后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飞禽走兽 彼得之前他不能够了解 神为什么会那个救恩 会临到不洁净的外邦人 这是彼得升职的所有的犹太人 他们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神透过这个图画 让他明白到神要拯救全人类 也是我们 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 神的这样的心意 所以就打破了彼得 原有强固的犹太主义思想 从这里我们就看见 透过图像 神让彼得看到他的问题 也看到他的愿景 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 神说话是有图像的 难怪哈巴谷先知在这里是说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下面我们谈到学习神对我们说话的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图像图画 或是意象式的 有的人呢 在思考的时候他是有画面的 我现在请大家闭眼睛 请你暂时把眼睛闭起来 我请你想你的家 请你想现在你的家是怎样的 你的家的摆设 好 请张开眼睛 多少人你在想你自己的家的时候 你脑中是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你们都不懂我在做什么吗 你们都有画面吗 没有画面 我不相信这里一个人是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的举手 还是你不敢举手 有一些人 OK 牧师就是没有画面的 我不太能够了解 怎么样没有画面 因为他说我知道沙发在这里 柜子在这里 电视在这里 可是没有画面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 知道然后没有画面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没有画面 好 那有画面是天生的 是本能 这些人自然思考模式 那比较容易就是说 当你读到一个圣经故事的时候 比方说耶稣在海面上走 你可以脑子就想 说耶稣在海面上走 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些人可能读的时候 他们脑中自然会浮现画面 那圣经更说 神会透过异象异梦对我们说话 所以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说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 所以儿女要怎样说预言 少年人见异象 老年人做异梦 所以异梦异象 是神对我们说话主要方式之一 所以圣经里约瑟做梦 对不对 然后摩西看到经济火焰 彼得看到一块布从天垂下 他们都看见神说话的图像 所以在祷告或读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操练 期待有从神来的图像跟图画 不久以前灵修的经文 《使徒新传》九章十二节 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纳里亚 进来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这是保罗 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看见 会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 然后为他祷告 最近有一天我为一个手术后的姐妹祷告 他本来已经恢复 可是因为他又出去用餐不小心 回家以后又开始血流不止 他只能躺在床上 我祷告的时候就仿佛看见他躺在耶稣的怀中 所以我就想起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二节 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 我就用这样的经文来为他祝福 好像脑海就有一个画面说 他很平稳的安静的在耶稣的怀中 这是一个画面 那圣珍现在负责牧养年轻人学生 有一天当他读到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六节 那里说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当你看到这个经文你会有画面吗 你可以有画面吗 圣珍说当他看到这个读到这个经文 他开始有一个画面 就是许多的学生青年人 从四面八方涌进来 都在青年牧区得到饱足 有的就在敬拜中改变 有的在小组中更新 有的在服饰中突破 这就是图像化的祷告 有画面的人在这方面祷告很占优势 那没有画面的怎么办呢 他们不习惯在思考中有画面 所以没有画面的人怎么看神的话 就是用问的求问事 你可以问神一个具体的问题 光在新约里面有二十几次记载 神要我们在祷告中来求问他吗 他在七章七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雅各书四章第二节 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 不求 神希望我们求问他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祷告里面 跟神说 神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要跟我说的 然后我就尽心等待 然后聆听 雅各书一章五节说 如果我们中间缺少智慧 我们就要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这节新闻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告诉我们 神希望我们求他 所以我们求他不是打扰他 不是麻烦他 有一些人会说 这种小事也要求问神 太打扰他了吧 不 神在意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 接着还要我们说的越明确越好 因为我们问的越清楚 表示我们非常在意 很认真不含糊 因此当神回应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建造得更坚固 也会把荣耀感谢归给神 比方如果我们祷告只说 神啊 求你祝福我 我们怎么知道 当神真的祝福的时候 或有祝福领导的时候 你觉得知道这是神回应你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以为的祝福都是美好的事 对不对 比方说出去碰到一个贵人 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笔生意 给你一个订单业绩 或者摸个大乐透 我们都以为祝福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的时候祝福会带来 另外的难题跟麻烦 也许你求到 可是你的心软弱 离开了主 所以有的时候祝福 可能是一个建造品格的磨难 所以与神沟通的时候 你要说得清楚跟明白 神希望我们期待祂的回应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明确把我们的问题求问神 相信祂 期待祂回应之后 我们就说 神啊 我要听见你对我说话 然后你就打开圣经 神会奇妙地用经文来指引我们 这是我大多时候的经历 从小我看不懂漫画 我没有看过什么卡通片 因为我的父母年纪比较大 他们不太懂这些 所以我比较缺乏想象力 还跟图像化的读圣经 所以我大多时候是用求问式的 神真的非常的奇妙 比方我举一些例子 商周牧师已经举过了 诗篇38篇 这里说我如笼子不听像 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 我非常记得这是我几年前 在我的核心团队里面 有一个童工 我知道他常常负责很重要的事工 可是他会出去跟其他的人来讲一些不好的事情 这样 其实是他个人的问题 可是他会说这个团队怎样怎样 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会不会难过 我很难过 对 因为他是很核心的童工 好像我自己觉得被误会 被批评等等 那不一定是我啦 整个教会这样 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想说 因为我非常在意童工的品格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想要 我想我跟一般的老板不太一样 随便他讲 我不是 我一定要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 但是那一次当我听的时候 我说神我要怎么办 很奇妙第二天 神就让我读到这个 很明显神要我怎样 神要我怎样 像笼子不听 哑巴也不要开口 都没听到 口中也不要回话 哦 容不容易 不太容易 因为你每一次看到他 你就想起来 他是这样的 但是我要像一个笼子 像个哑巴 我就知道 哦 神你要我这样做 对 那另外 当我为教会大职新堂祷告的时候 我祷告 祷告 祷告 这是几年前了 那神就 因为我就觉得 我怎么可能盖那个堂 可是神给我的经文 是以赛亚书41章这里 他就说 特别二十节 这里说 好叫人怎样 看见知道 思想明白 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 我就知道说 神如果有一天 这个新堂盖好 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叫人看见是你 完全是你 不是任何人的功劳 所以这些 这些的经文 我称之为 瑞玛的启示 我都把它背下来 对 我也是就是 写在这个小小的纸条上 然后我 我可能走路就拿着 等到红绿灯的时候 要等红灯 我就来背一下 就是用一些零碎的时间 把它背起来 这样 然后每一天 我就这样祷告 因为直到现在 我也大直心堂祷告 我已经不知道 要怎么祷告 我说 神 你知道的 这是你给我的话 就是要彰显你的荣耀 所以你一定会做功 那 诗篇65篇第六节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朱山 这是有一次 礼拜天 我知道 因为我要去美国 可是我知道 有个台风 强烈台风 要在周日的时候 就要临到台湾 特别是台北市 我吓到不行 因为人不在 然后有强烈台风要来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我就拼命祷告 拼命祷告 神让我在出国之前 就看到这一节 我就知道 那个台风会转向 所以我就一直祷告 真的果真 礼拜天 台风就转向了 那 还有 我2006到2008 我有三年的胃病 胃痛到不行 这样 我也不敢跟人家讲 我一年大概要照 五六次的胃镜 这样 那 可是神也给我话 就在诗篇九十一篇 因为我跟神说 我是不是快要死掉了 这样 那 可是神就告诉我 在特别十五节 说 如果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你在极难中 我要跟你同在 我要搭救你 使你尊贵 我就知道神会救我 直到现在 三年以后过去 到现在我的胃 就已经差不多都好了 好 那特别在2010年的时候 我在十月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这样 那在癌症之前的一天 我知道之前 癌症之前那天晚上 我知道的前一天 你知道吗 我才在我的日记上面写 啪啪啪啪啪 A B C D E F G 我一直算 一共有14个困难 就是教会的难题 我所谓的困难 就是比较大的困难 比方说我们人力的问题 或谁要辞职了 或者是说民政局 因为我们的主管机关是民政局 或者国税局 要找麻烦 或什么 anyway 就是比较大的这种 对 而且那几天 我其实已经忘了 我就回去看我的日记 当我要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就看 每一天我都写 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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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又不停地感冒 大概去看 陈建正医师 看了四五次 这样 吃到最强的抗生素 每一天都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那一天 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的话是 民宿记十四章九节 就是要把困难当成食物 吃下去 所以我就写下来 可是不知道 我以为说到此 结果不知道 写的第二天 有一个更大的困难 就是癌症 所以我就写说 困难又加一项 一共十五项这样 对 然后那一天特别奇妙 因为我读到诗篇138篇 那这个都是 每一天直到现在 我还每一天早上 背诵的经文 用这个来赞美 来祷告 来宣告 特别在 第六节 前面都是 我没时间讲 第六节 对 耶和华虽高人 看顾低微的人 我说神啊 我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我真的是一个 很低微的人 可是 我真的好高兴 因为你虽然高 你却看顾我 这个低微的人 使我有盼望 然后到第七节 他说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就知道说 神你会救我 那即使 这里说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即使是什么仇敌攻击 我也知道 你会怎么样 抵挡他们 所以 这就是 我从求问世 从圣经所领受 所以我都把这些经文 有的很长 我都把它背下来 然后每一天早上 我就是用这个经文 祷告来宣告这样 那 面对海洋馆 我再讲一个 诗篇78篇 这个太宝贵 因为你知道 我们要从成德路 搬到海洋馆的时候 是多少的不确定 有很长的一段日子 真的也不知道 能不能搬进来 或者是说 就没有了 这样 也不知道去哪里聚会 等等 可是有一天 我读的时候 神跟我说 诗篇78篇 他说 他却领出自己的名 如羊 在旷野 引他们如羊群 他领他们怎样 稳稳妥妥 使他们不知害怕 我每一天早上 我就说 主你会带领我们 稳稳妥妥 稳妥妥 虽然很不稳妥 因为真的很不稳妥 如果你们真的 有跟着教会 祷告你就知道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搬进这个地方 对 很多很多的状况 超过所想的那么多 可是我却一直的宣告说 主啊 你会带我们稳稳妥妥 稳妥妥 我相信你 所以你要说 我没有信心 我真的没有信心 可是你要说 我有信心 我也很有信心 因为我用神的话 来宣告祷告 各式各样神的启示安慰 多少次我内心害怕 我读圣经就读到 不用害怕 无论什么 我都是求问 然后神就赐下 瑞玛的启示 那 这些都是 即时性的 有的是 即时性得着解答 有的是没有 有的还在继续的进行 那我要说的是 这样不是 不等同于说 你平常不读圣经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一翻 然后就手一指 绝不是这样 我有读经的进度 我也不知道 明天要读什么 因为你读完 今天读完又忘记了 那明天早上 当我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读哪一些 所以我打开的时候 一看到自己都吓到 所以你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读圣经 我不能一天没有神的话 因为我每一天都要 都要有神的话来指引 那这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第一是图像 图画意象 第二是求问 第三 即时性 即时性 因为神非常的慈爱 他会有的时候会即时性 把一些感动意念 放在我们里面 上个礼拜牧师有讲过 也有很多人这样的经历 特别比较是生活指引的方面 有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一个意念而已 就好像我刚才一开始 我坐在那里 我觉得说牧师都把我讲了 我要讲什么 那神就跟我 就一个意念就进来 就说你可以讲见证 所以我的心就安了 其实这些经历 我从很小就 真的神太奇妙 你一定要相信他 我记得我有印象以来 第一次就是小学五年级 那时候你知道台湾是没有 台湾是我小学三年级才有电视 而且是黑白 到五年级两年过后 第一次有 我记得啦 如果没记错 就是八点档的连续剧 是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叫做不是什么心心之我心 还是什么 反正就很可怜的那个 反正八点的时候 哇 街头巷尾 没一家就开始那个前奏 那个什么歌啊 就前面的那个 大家就这样看 那我住在一个阿姨家 他们就在客厅看 那我在后面读书 那不能去看这样子 他也不 阿姨也没有不让我看 只是我自己觉得 我不能这样看下去 所以我就说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你知道要很忍住 然后我那天 我记得我要读书 又开始唱歌了 我就这样站起来 我一站起来的时候 我的脚就开始抽筋啊 就站不动 站不起来 等下去我就说 魔鬼来了 我就想 魔鬼来了 我不能去了 所以只好读书这样 我非常 我就很感谢神 我说 上帝 神不要我去看这个连续剧 这样 然后在读书中 二年级的时候 我半夜读书 我非常认真 因为我上的是知幽班 都半夜爬起来读书 大概七八点先睡 睡到两点 就开始一直读 一直读这样子 那可是其实好爱睡 就睡睡睡 你知道吗 好特别 我都祷告 然后有一天 我真的又爱睡 在那边打课睡 就听到 就鞭炮在响 就把我响醒 我说 怎么会有鞭炮呢 看看窗外 什么都没有 现在是半夜 我就说 神叫我起来读书 不要再睡觉了 另外一次 也是我这样 也是打瞌睡的时候 我又听到 有人在叫我 说丁家运 我就说 谁在叫我 又把我叫醒来了 你知道吗 这些都令我非常 对神非常的敬畏 因为神帮助我 可以来读书 那我初一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过世 所以我是跟我爸爸 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我爸爸住院 那时候我是读台中神女中 然后我爸爸是台中 住在台中医院 这样 那我也不知道他什么病 那每一天我下学 要放学四点多 我就要去医院照顾他 这样 然后呢 他就有一次 他就是发高烧 一直都不退 我不知道他什么病 因为我那么小 但是他就是发高烧 我心里很焦急 那天早上我在家里 我自己一个人睡嘛 我在家里 我就祷告 说主啊 你一定要医治我爸爸 让我爸爸退烧 这样 那我读到马可福音那天 我临休 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八节 那就是讲到 耶稣医治那个迦南妇人 他的女儿 本来他要求耶稣医 他女儿 耶稣就不干了 说不给狗吃 对 但是妇人就回答说 主啊 不错 狗在桌子底下 也吃孩子们的睡渣 你知道我读到这里 我就说主 你一定要医治我爸爸 让他退烧 所以我就去学校了 然后四点多那一天 我就去医院 然后我爸爸已经坐起来 他退烧 我就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退烧 他说早上大概七点多 那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吗 神是又真又活神 他真的帮助我们 这个印象 我四十年五十年过去 我都还记得 就是神 那么深刻在我的理念 那上个礼拜 我们有一个大学生的爱神营会 那第一天晚上 他们就是在处理 过去的罪跟伤害 这样的聚会 那有一个同学 后来做见证 他就承认说 他对他的同学 是有苦毒 很深的苦毒 因为他觉得 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他愿意饶恕 求神赦免他 可是他正在 那样祷告的时候 他忽然就想到说 哎哟 那等一下我再去学校 他们又来欺负我 怎么办呢 你知道吗 神怜悯人很爱他 神就跟他说 一个受苦的心 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 结果这个孩子就得着了安慰 神及时给他话语 那前两天 我在基山班上课 那我们讲到 第六课讲到 天堂的奖赏 是根据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后来做见证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就说 她那天听到的时候 她心里就想 啊 好累哦 我只要得救就好了 我只要可以进天堂 我不要管什么奖赏 我也不用得什么奖赏 可是这个时候神就跟她说 我不只是想要来迎娶你 我也好希望看到你戴了很多的嫁妆 你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来 我来迎娶你 你知道吗 这个姐妹她就说 她愿意继续为生来服侍主 你知道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说 好好好有服侍主很累啊 什么管她什么奖赏 我不想 你会这样跟她讲吗 我想大概 我们想不出这样的话 可是你知道从神来 及时性的这样的意念感动 是多么滋润人 对 让人的心好温暖 好感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聆听神 为什么我们要聆听神 对 所以我说因着神的怜悯 神当然会主动很及时的来跟我们说话 可是我相信 我们能够更多得着神 及时性的启示 是因为我们平常 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最熟悉谁的声音 你最熟悉你家人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他一说话 无论在哪里是电话是什么 你就听得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跟神很亲近 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话 我们都会听得到 因为我们很熟悉他的声音 对 所以聆听神 第一是安静 第二等待 第三用心看 第四记录 第二节哈巴古说二章 他说你要把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所以把自己的问题 跟所领受的记录下来 这叫做属灵的日记 我称为祷告的日记 所以我今天就带来给你们看 其实有些人都看过在银会 就是这样 我写的密密麻麻 我的字非常的小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 不要那么多本 就是不要几个月就一本 我大概一本都可以用好几年 这是我的前一本 对 前一本 那记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不想忘记神的恩典 对 因为我很容易 也许今天我听到什么神的恩典 我一下又忘记了 对 所以我要把它记下 然后我就要看 哪一天我说我软弱的时候 我要来看这些神的恩典 让我的心再振奋起来 可是我告诉你 我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都太忙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软弱的 只有一直往前走 然后就一直有神更多的启示 这次有一天神 很多年前有一天神在祷告中 就启示我说 你要把写下来属灵的这些经历 所以我就要求 我每一个传道人 他们每一个 大概已经五年了 他们都每一个礼拜 他们会教一篇 然后我就读 然后我就同工会的时候 我会请他们分享 选一些出来 来感谢神的作为 哇 神太奇妙 后来我才发现 历世历代 许多伟大神的儿女们 都有这个习惯 他可以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的祷告 也可以帮助我们 来分辨神的声音 他跟灵修八部不尽相同 但是他也可以结合 我现在就是一起结合 把灵修八部跟这个 因为我把每一天 我把我的生活难题 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从神的话语 从灵修 我也来找到神的答案 所以好像写日记一样 你知道吗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干扰到我的情绪 影响我的心境 我就来求问神 所以有人说 我的灵觉比较敏锐 我就很容易分辨自己 内在的动机 是不是对准神的心 还是有掺杂 不讨神的喜悦 我就能够尽快去面对 跟处理 不要让自己的内心 积压任何的灰尘 所以大多数的时间 就能够自己 在一个安息的状态 那写这样的日记 会非常让我们 能够重新得利 数算神的恩典 对我们的人生 有极大的益处 那教会呢 也有出这个灵修的笔记 就说如果你们没有自己 也可以买这个 教会的灵修笔记 对 在发行组都有卖 那使我们的内心 是很亲近的 就是可以很安静的 来更多听到神的声音 内心也没有积压 更多的灰尘 如果你把你所领受的 写下来脑海中的想法 图画 你知道吗 有一个属灵的长辈 他给我看他的时候 里面好多图画 我没有图画 因为他都看图画的 所以他就看很多的图画 然后呢 画下来 然后呢 就来看神有没有成就 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看到神的恩典 你会看到整个事情的全貌 因为有的时候 事情是连续性的 它不是单一事件 不会一次解决 我们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全貌 也可以看到 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 因为90% 神对我们说话 都是双向的沟通 耶稣跟人对话 本来就是有来有往 我们如此的操练 就可以不断领受 启示性的话语 在我们的灵里面 所以今天我讲到四个步骤 第一是什么 安静 第二呢 等待 第三 用心看 第四 记录 所听到神的指引 当然在这一切之上 你要有一个强烈 可慕 能够听到神说话 然后你要愿意顺服 他的话是关键 求神把他可慕的心赐给我们 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聆听神的声音 感谢您的声音